大家好,我是楚玉茶道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预见式其中的最后一件 它的名字呢,叫剑壁 这个壁子啊,当作剑翘最底端的装饰物 大家看看这张图 那么我标识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剑壁 那么它主要起到装饰剑翘的作用 纹饰呢,也是非常的漂亮,精致 咱们再看看这张图啊 这是我收藏的一件剑壁 预置为非常少见的战国卿的预料 这个剑壁的尺寸呢,也是比较大的 它最长处呢,有6.2厘米 最宽处达到5.2厘米 最后处啊,可以达到0.9厘米 这个剑壁一面的纹饰啊,为寿命 大家看一下 因为有一部分这个浅灰皮 我们只能看到我标识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个鹰刻的圆眼珠,也就是眼睛 另一面为变形的鹰刻勾连云 这两种,就是说这两面不一样的纹饰啊 也是比较的稀奇 也是比较罕见的 而它的这个形质啊 基本和大部分的剑壁一样 都是整体呈烧竖腰的梯形 上下底面呢,呈缩形 而上端的一面,我们看看这张图啊 能明显的看到三个排列不规则相通的小孔 它主要呢,是用来连接剑壁的 那到底怎么连接的呢 首先呢,我给大家普及一个小概念 通常的这个剑壁啊 不光只有三个孔的 那么也有一个孔的 它是根据这个剑壁的尺寸的大小来决定的 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个概念 好,我们继续讲啊 我根据一些出土的资料来看 发现在这个剑壁的孔内啊 插有类似于合金的 不规则型的这个柱形物体 就比如这张图片所展示的一样 这是河北省满城县 灵山一号墓出土的剑壁 我们能看到我标识的这个地方啊 就是这种类似于合金的柱形体 那么我推断这种合金呢 有可能就是青铜 它的成分主要是由纯铜锡和铅组合而成 青铜作为一种合金呢 与纯铜相比 优点是硬度高 融点度 它的这个基础光泽呀 尤其是抗腐蚀的这个性能 特别的突出 那么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用这个合金的柱形体一端 泄入到剑壳内 然后呀 再把这个剑壁孔内放入大漆熬成的胶 或者其他非常具有粘性的胶状物质 再把这个合金的柱形体另一端 放入到这个剑壁槽内 然后两边压实 那么像我的这一件啊 它肯定不只是一个合金类的戒指 至少是两个或者三个 因为尺寸大的这个剑壁啊 为了能更紧实的固定 所以它的这个孔槽啊 就得相应的增加 那么这件剑壁啊 它确实是比较罕见的 这以上呢 就是剑壁和剑壁连接的这个基本的过程 当然这种方法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推论 我希望大家看了这期视频以后啊 能提出来各种各样的问题 或者是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可以再做深刻的讨论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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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